人老了,大概率需要依靠别人的帮助,才能让自己活得好一点。 一个人到了晚年,能够让舒心养老的方式, 无外乎有三种,依靠儿女,去养老院和顾保姆照顾自己。 七十岁的吴大爷,他既不想依靠儿女养老,也不想去养老院里养老, 他选择了顾保姆照顾自己的养老方式。 只是,他顾的保姆,是自己的亲戚。 他以为自己顾亲戚做保姆,不仅可以借亲戚的燃眉至极, 自己和亲戚亲密无间的相处更加有利于促进两个人之间的关系。 可是,当亲戚来到家里,做了吴大爷的保姆之后, 他才惊讶地发现,原来自己顾亲戚做保姆的行为, 不仅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害无益,还将自己给害惨了。 吴大爷,我今年七十岁,老伴在两年前因为患了脑溢血, 突然离开了人世。 自从老伴去世之后,我就一个人过着独居的生活。 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,儿子和女儿对我都很孝顺。 自从老伴去世之后,儿女们就建议我去他们两家轮流住, 省得我一个人住,整天没朝没落的,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 我不愿意去儿女们的家里住,我自由自在惯了, 受不了住在儿女们家里的憋屈。 如果我去儿女们的家里住着,肯定要遵循他们的生活方式, 那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。 再说了,儿女们都有自己的小家庭, 如果我掺和到他们的小家庭当中去, 这天长日久的,肯定会产生矛盾。 我在自己的家里住得好生生的, 不想去儿女们的家里给自己找七瘦, 儿女们建我坚持,也就没再勉强我。 只是告诉我,我一个人住着, 一定要好好吃饭,好好睡觉, 这样才能维持健康的身体。 虽然我表面上答应儿女们, 一定好好吃饭,好好睡觉。 但我的心里非常清楚, 让我好好睡觉不难, 但让我好好吃饭, 那可是比登天还要难。 老伴在世的时候, 我在家里就是一个甩手掌柜, 别说做饭了, 就连煮个面条吃。 对于我来说, 就是一件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。 我不会用电饭包煮饭, 不会炒菜和煲汤, 我曾经尝试着煮面条吃, 可我仅仅煮了一次, 就放弃了。 因为我煮的面条, 比猪食都难吃, 为了填饱肚子, 我只好去外边的小饭馆吃饭。 我家附近有很多的小饭馆, 吃饭倒是不愁, 唯一不好的地方, 就是在外吃饭花钱太多。 后来, 我在熟人的介绍下, 和算偶的杨大妈好上了。 杨大妈比我小二十岁, 她是农村人, 没有退休金, 一直在成立打零工为生。 我的心里非常清楚, 杨大妈之所以愿意做我的老伴, 不过是看上了我优越的物质条件而已。 在我的名下, 有两套房, 还有六十万元的积蓄。 我每个月的退休金, 有八斤多块, 过日子完全没有问题。 我和杨大妈初次见面的时候, 在她的要求下, 我将自己的经济状况, 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, 既然我是在找老伴, 我就不想对她有任何隐瞒。 如果双方都藏着掖着, 那样的相处模式太累, 完全没有必要。 杨大妈也将她自身的状况, 一五一时地告诉了我。 她说她是农村人, 没有退休金, 和二十六岁的儿子租住在城中村。 她每天做装点工正生活费, 儿子在一家理发店打工, 挣的钱, 仅购自己零花。 杨大妈说, 她之所以要找老伴, 其实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依靠。 她说她年纪大了, 做终点工越来越吃力, 她想找一个经济条件优越的男人, 让自己晚年衣食无忧。 杨大妈和我初次见面, 就把自己的目的说得如此坦诚, 我却一点都不恼, 反而很开心, 到了我这样的年纪, 什么不明白, 杨大妈比我小那么多, 如果不是冲着我的钱, 她还能冲啥, 我不缺钱。 养活杨大妈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, 我向杨大妈承诺, 只要她愿意嫁给我, 我就承担她全部的生活费, 每个月, 再给她三千元零花, 这三千块钱, 她存着也好, 花掉也好, 我都不管, 既然我给了她, 那么, 她想咋花就咋花, 我都不会干涉。 杨大妈听了我的话, 笑得何不拢嘴, 对我十二万分的热情, 我俩仅仅相处了一个多月, 就确定了关系, 我老了, 余生所剩的时间不多,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恋爱, 在和杨大妈领取结婚证之前, 我通知了一双儿女, 将我要娶杨大妈为妻的事情告诉了她们, 儿女们询问了赵大妈的条件之后, 她们唯一的要求, 就是让我和杨大妈不要领取结婚证, 儿女们说, 如果我和杨大妈领取结婚证, 以后在财产方面, 会有很多的纷争, 如果不领取结婚证, 关系就简单多了, 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情, 我认为儿女们说的有道理, 我都七十岁了, 真没必要领那个证, 于是, 我就将职同居不领证的打算, 告诉了杨大妈, 杨大妈很不开心, 说我没诚意, 连结婚证都不想跟她领,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, 我主动给杨大妈拿了十万块钱, 作为我和她过日子的诚意金, 杨大妈喜笑颜开地收了钱, 第二天就搬了过来, 跟我住到了一起, 杨大妈的厨艺, 对于我来说, 无异于巨大的惊喜, 她做的饭菜, 非常合我的口味, 每餐饭她都会认真对待, 做到荤素搭配和色香味型, 每天吃着杨大妈精心烹制的菜肴, 让我的幸福感增添了无数倍, 作为回报, 我不仅每个月给了赵大妈三千块钱, 还经常给她买衣服和护肤品, 我原本以为, 我对她的好, 她也会对我好, 可实际上, 我的好并没换来她的好, 反而换来了她的贪得无厌, 大概是我对她太好了, 让她恃宠生交, 在我俩共同生活了三个月之后, 她居然对我提出了一个极其过分的要求, 她说我的房子那么大, 两个人住着绰绰有余, 还不如让她的儿子也住进来, 这样就能够省下租房子的钱,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, 俗话说, 请神容易送神男, 我连自己的亲生儿女, 都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, 就是担心两代人住在一起产生矛盾, 若是让杨大妈的儿子住进来, 那我岂不是给自己找念吗? 她儿子身强力壮的, 万一我俩产生了矛盾, 她年轻气盛地, 把我给打了, 那我才是划不来, 我想轻轻静静地过日子, 不想家里有那么多的人, 一旦她儿子住进来不走了, 在我的家里结婚, 再生个小孩子, 我还如何清静地安度晚年? 杨大妈见我不同意, 她儿子住进来, 当即就翻了脸, 她骂我自私, 房子那么大, 还那么小气, 死活不让她儿子住进来, 我告诉杨大妈, 虽然我有大房子, 但那是我和初婚老伴一起打拼下来的, 如果我让她的儿子住进来, 我会良心难安, 百年之后, 难以面对在另一个世界的老伴, 杨大妈见我始终不同意她的要求, 就以分手相威胁, 她说, 若是我不同意她儿子住进来, 她马上离开我家, 从此以后, 她再也不会见我, 杨大妈以为, 我那么喜欢她, 只要她跟我提出分手, 我肯定会苦苦地哀求她留下, 并且同意她的要求, 可实际上, 我不仅没有哀求她, 还让她快点走, 她的贪得无厌令我厌恶, 一天都不想继续跟她过, 杨大妈在临走之前, 对我说, 我把你照顾得那么好, 若是我走了, 你到哪里找我这样好的女人, 你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, 如果我走了, 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登这个门, 你可千万要想好, 我挥了挥手, 说你赶紧走, 我对你已经没有一定半点的好感, 不可能再跟你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, 杨大妈见我的态度如此坚决, 只好样样地走了, 自从杨大妈走后, 我又恢复到天天去小饭馆混饭的日子, 知道一个偶然的机缘, 让我的堂植成为了我的保姆, 我才结束了一个人的独居生活, 堂植在一年前得了肾炎, 为了治病, 她辞掉了工作, 一心一意地在家里疗养, 直习父见堂植每天只花钱不挣钱, 就吵死吵活地要跟她离婚, 侄子一期之下, 就赌气地跟她把婚给离了, 堂植的父母早就去世了, 农村的老房子由于常年没有住人, 已经破败不堪, 根本没办法住, 堂植离婚的时候, 把房子和儿子都留给了直习父, 离婚之后, 她就只能租房居住, 依靠着不多的存款生活, 堂植的惨状, 让我的同情心爆棚, 决定要帮帮她, 我原本打算利用我的老关系, 给堂植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, 无奈她大病出狱, 体力活根本做不了, 脑力活她又干不来, 只能作罢, 我左思右想, 决定雇她做我的保姆, 堂植以前是酒店里的厨师, 炒菜的手艺了的, 我打算每个月给堂植五千块钱的工资, 我的要求不高, 只要她给我做三顿饭就行, 当我将自己的想法, 打电话告诉堂植时, 她很开心地同意了, 并且很快搬到了我家, 堂植的身体不好, 我除了让她做三顿饭之外, 家里其他的活, 都是我自己动手, 从来不让她干, 堂植在我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, 在网上找了一个女朋友, 她经常将女朋友带到我家, 在我面前面搂搂抱抱的, 弄得我这个老头子, 很不好意思, 我认为堂植这样的行为不妥, 那个女人, 是她在网上认识的, 这不知根不知底的, 就往女人家里带, 万一惹出了什么事情, 麻烦可就大了, 房子是我的, 堂植没有经过我的同意, 就擅自把女人把我家里带, 完全没有把我放在眼里, 我曾经向堂植提过多次, 让她租个房子, 和女朋友在她的出租房见面, 不要带回我家, 堂植把我的话, 全都当做了耳旁风, 仍然将女朋友带到我家,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, 我只好做出了一个无奈的决定, 我告诉堂植, 让她另外找工作, 她的身体也调养好了, 不需要再继续待在我这里, 堂植见我让她走, 顿时恼羞成怒, 她说我是她的长辈, 竟然在她最困难的时候, 要撵她走, 简直太没人情味, 堂植的此番言辞, 让我想起了农夫与蛇的故事, 我坚定地赶走了她, 从此以后, 再也不想和她有任何的交集, 自从被我赶走之后, 堂植就到处败坏我的名誉, 她无中生有地说, 我玩弄女性, 一大把的年纪, 还总是往家里带不同的女人, 她看不惯我这样的行为, 才坚决地离开了我家, 堂植言之早早地说辞, 连我的儿女们都听信了, 即使我百般解释, 他们也不相信我所说的, 自从堂植到处败坏我的名誉之后, 我在家族群里, 就成为了臭名卓著的人, 再也没有人搭理我, 我万万没有想到, 自己的一片好心, 居然得到了这样的结果, 以后, 我再也不会顾亲戚做保姆, 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事, 把自己给害惨了,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,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,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,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